美美生活日常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美生活日常 我曾经为各位介绍过 我在网路上买了一株 鱼骨孔雀仙人掌 就是眼前这一盘 其实也介绍过一两次 那最近我发现 它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而且陆续再长出新的叶子出来 各位可以看 这边 这个左右两边 都有准备要发新芽了 我觉得这种仙人掌 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记得买灰的时候 只有三四个枝条 那现在都已经又发出新的枝条 其实这有一些都是新长的枝条 各位可以看它的尾端也是有在长 因为网路上有人介绍说 这个鱼骨孔雀仙人掌的花 非常的漂亮 我想说我虽然有一盆孔雀仙人掌 可是我没有鱼骨这一种孔雀仙人掌 我想我就买一棵回来种种看吧 目前感觉它还是长得很好 也希望它能够顺利成长 也许哪一天它就会开花了 到时候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咯 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